一直不爱运动的老婆突然买了辆自行车说要锻炼身体了,结果我发现她出去骑车的时候越穿越少。 直到我也加入了她的骑行俱乐部,才发现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的秘密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,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我叫宋强,和老婆王如嫣结婚五年了,夫妻俩都是银行小职员,长久以来的工作压力已经磨灭了当初的激情。 最近我发现我和老婆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了,而且老婆在那方面也很保守。 所以,我们的夫妻生活也不算和谐,一次加班到很晚回来,发现老婆还没回家。 可今晚他们之行压根没有人加班,这就有点奇怪了。 老婆的电话打不通,我又打电话给丈母娘,二老爷说老婆没回去。 左等右等,一直等到将近半夜老婆才回来,王如嫣穿着一套紧身的运动服。 她的腰系夸大,是男人很喜欢的那种身材。 只见她满脸的红韵,连头发都有些湿漉漉的。 一晚上电话也打不通,我黑着脸有些不开心的问道,你去哪了,怎么不接电话? 王如嫣似乎心情不错,笑着和我解释道,我去骑自行车了,上周林亚不是送了我一辆自行车吗? 我回忆了一下,上周老婆的闺蜜确实送了一辆自行车给她,说是到时候约一起减肥。 可是王如嫣的身材很好,根本用不着减肥,所以我也没当回事。 可自从这次过后,老婆每晚都约闺蜜出去骑车,就连行李家搬到很晚了,她也雷打不动的要出去夜骑。 而且骑行的衣服越穿越短,甚至有一次都穿起了超短裙。 我观察了她几次,发现好几次她都没有穿底裤,这样真空骑车真的好吗? 不过老婆开始夜骑之后,整个人都变年轻了,就连我们床上的花样也变多了。 从来不主动的老婆甚至有的时候会偷偷低下头去了,起初我也没有多想。 可有一天,同事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八卦,说是我们隔壁行里的一个女职员约骑行给她老公戴了绿帽子。 而且出轨的对象还是我们行长的朋友,我还有点不相信。 傻乎乎的问同事,骑行不是锻炼身体吗?怎么会出轨呢? 同事白了我一眼,坏笑道,这孤男寡女的在晚上骑车你说呢? 骑着骑着就骑进小树林里面了呗,然后嘛,你就懂了,后面的话我都能在脑海里想到了,可我带入的对象居然是我的老婆王如烟,难道她夜骑也是为了寻找刺激吗? 直到这个消息之后,我上班都没了心思,时时刻刻都在想王如烟晚上到底是不是真的出去锻炼了。 为了验证我心里的猜想,我也买了一辆自行车,打算晚上跟踪王如烟出去,探探究竟。 晚上我特地提早下班,又给王如烟发消息说,今晚要加班,可能很晚回家。 王如烟回了句知道了,然后我就在家门口蹲守着,等到天黑,我都快被蚊子给抬走了,王如烟才姗姗来迟她今天居然只穿了一件很短的运动纹胸。 这么一点点的布料压根盖不住她的饱满,两只呼之欲出,试问哪个男人砍了不流鼻血呢? 可他妈的这个女人是我老婆啊,我憋着火跟在了她的身后,前面的路还算正常。 王如烟骑着自行车欣赏着沿途的风景,我特意和她保持了一段距离,以免被她发现。 可骑着骑着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,大火骑行肯定是挑有灯的公路啊,这王如烟怎么骑到乡间小路上来了? 我刚环视了一下四周,再转过头就发现王如烟不见了,我居然把她跟丢了,没办法我只好继续朝着暗处骑去。 可后面的路越来越窄,连人影都没有,可我又听到了女人的轻哼声,那种欢愉的声音我怎么可能会听错呢? 看了那么久的片子,这一听就知道是在做什么。 我停下自行车,顺着声音找去,声音越来越清晰,气得我捡起了路上的石头,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两个不知廉耻的狗男女。 树林里只有微弱的月光,我远远看去发现两个黑影缠绕在一起。 空气中还有一股男性荷尔蒙的味道,很失刺鼻,不要,不要什么,不要停,是吧? 我听这两人的乌言晦语,再也忍不住了。 拿起石头就冲上前去,不顾三七二十一先把缠绕的两个人拉开再说。 可等我拉开我才发现,这打野战的女人压根不是王如烟,居然是她的闺蜜林亚,跟林亚偷情的男人早就提了裤子跑了,我一时间没看清她的长相。 林亚赶忙穿好了衣服,抬头看到我的脸整个人都愣住了,眼里是止不住的慌张,我还没开口问什么呢,她就直接拉住了我的手。 强哥,你可千万别告诉我老公今晚的事,我也是一时糊涂,说实话人家的私事我是不关心的。 王如烟在哪里,她不是跟你一起约叶齐的吗? 林亚的眼神闪躲,有些不敢看我,这唏嘘的样子让我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,直接按住了她的肩膀。 快说,王如烟在哪里,不然我就把刚才的事情告诉给你老公林亚一听,吓得腿都软了,居然整个人都靠在了我身上。 本就刚办过事,她的身子还软得很,额头上还有一层薄汗,强哥,只要你不告诉我老公,我做什么都愿意的。 林亚在我怀里轻声说着,我今晚只穿了条篮球裤,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说没感觉那肯定是骗人的,何况林亚刚才的叫声真的是动人。 正当她想进一步握住的时候,我连忙将她的手抽了出来,我可是你闺蜜的老公,你注意点分寸可我没想到林亚突然笑了起来。 谁的老公都是老公,老公就是用来玩的,难道你不想和我玩玩吗? 我想吗?我肯定想啊,想又不犯法,可我有道德啊,这种被人戳几两骨的事情我可不做,不过送上门的豆腐不吃白不吃啊。 我趁机在林亚的腰上狠狠掐了一把,那力道让怀里的林亚一阵娇撑,这小声音真够苏麻的,光是听听都起反应了。 不过我还是没忘了证实,连忙追问,王如烟到底在哪啊? 诺,扫这个,进去你就知道了我有些摸不着头脑,不太明白他的意思,可对于王如烟的行踪我真的太好奇了,于是赶紧拿出手机扫码进了群,林亚见我进了群,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,剩下的你自己去查吧头一次被一个女的调戏了,这人还是我老婆的闺蜜,这叫什么事啊? 林亚骑着车潇洒地走了,只剩我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小树林里静静地发呆。 过了一会儿,我的进群通知发来了,这个群名叫做骑行俱乐部,立马就有一个自称是管理员的人加了我,我没多想直接同意了好友请求。 他给我发来了一张家群流程图,上面写了男士入群要交一万块的保证金,女士入群要自报照三张,并且加上三维数据。 我就纳闷了,一个骑行俱乐部为什么要知道三维数据,难道骑行服要统一定制? 还没理解这啥意思呢?管理员田诺的语音就弹了过来,先生请问你要入会吗?保证金只要一万块哦。 我没忘记加群的初衷,连忙向他询问关于王如烟的消息。 管理员顿了顿,随后说道,如烟是我们的VIP专享啊。 保证金需要五万呢,什么VIP? 我心里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,脑子一热道,交。 老子现在就交,王如烟在哪? 管理员妹子听到我要交五万的会费保证金笑得更甜了。 好的先生,我这就为您办理等我输完密码钱转了出去。 我才反应过来了,这可是五万块。 啊,我一个小职员半年的工资啊,可现在心疼也来不及了。 我的钱已经到了别人的口袋。 没一会儿,管理员就给我发来了一个文件夹,我打开文件夹一看,里面的内容差点让我血压升高当场晕过去。 文件里面的内容正是关于我老婆和其他男人的资料。 文件里有很多女人的资料和图片,有王如烟还有其他几个美女的。 他们统一都穿着制服黑丝,摆出那种跪着的动作,脖子上还被戴上了项圈,照片上更是配上了主人。 其我把这种露骨的文字,这简直比宾馆的小卡片还要直接,而且照片里的王如烟春光满面。 那种笑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,我连忙将王如烟的那张照片发给了管理员。 我要骑这个,没一会儿管理员就发来了回应,不好意思送先生。 如烟今晚已经被预定了,您可以预约一下,要不我给您换一个吧,您看婷婷怎么样。 行,婷婷就婷婷吧,我预约好了之后该怎么办,请你骑自行车到湖滨公园哦,那里会有客服小姐姐接待您的挂完电话。 我连忙骑车去了湖滨公园,我倒要看看这个骑,具体是怎么个骑法。 来到湖滨公园之后,果然看到一个穿着清凉的小姐姐等着我,她将我带到了一间地下酒吧,穿过热闹的舞池来到了后面的包间里。 里面密密麻麻都是小包间,灯光昏暗,像急了那种场所。 小姐姐将我带到包厢之后就走了,我进门就看到刚才图片上的女人婷婷爬跪在地上,主人说完就拿着脖子上的链子往我身上递来。 我鬼使神拆地接过了链子,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场景,简直让我的感官到达了极点。 于是我们发生了疯狂的邂逅,等我清醒过来,我才一阵懊恼,我明明是来找王如烟的,现在去。 原来王如烟每晚出来骑行,就是做这档子事,这要是传去了,我的脸还往哪个啊? 眼看时间不早了,王如烟一般这个点也回家了,所以我没有多逗留急匆匆回到了家。 等我回到家,果然看见门外有王如烟的鞋。 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事,我的气就不打一出来,老子这么多年细心呵护的老婆居然被别人当自行车骑,我打开房门直奔卧室。 卧室里王如烟正在换衣服,看起来像是刚洗好澡的样子,见我回来了他还一脸的淡定。 加班加到这么晚啊,赶紧洗澡睡觉了,都被人齐了,居然还能这么淡定的跟我说话,我掏出手机将他那张照片打开放在了他面前。 王如烟看到照片,整个人都惊讶的呆住了,质问我,这照片你哪里来的? 哪里来的?你还用问吗?你心里没数吗? 我说你最近怎么每晚都出去呢?感情是做这档子事去了面对我的怒火,王如烟低下了头一言不发,这低眉顺眼的样子让我更生气了,直接朝他吼道,是老子满足不了你吗? 你要出去做这样的龌龊事,你还要不要脸了?王如烟这才抬起头来,眼眶里的泪珠已经开始打转。 老公,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,你相信我,我没有对不起你,是到如今王如烟还在狡辩,气得我一刻钟都不想跟他呆了,我只觉得真脏。 王如烟,你真让我失望,我们离婚吧,说完我就夺门而出,任凭王如烟怎么求,我都没有理他。 出了家门我没地方去,只好给自己开了个宾馆,冷静下来,我才觉得有些难受,王如烟和我从大学就在一起了。 现在发生了这种事,离婚是肯定的了,可我居然还有点舍不得他,毕竟他陪伴了我的整个青春啊。 晚上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,这时候我的房间门被敲响了,这么晚了是谁啊? 而且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自己在这啊。 谁啊? 我朝着房门问了一句,强子,是我回话的人正是林亚。 奇怪了,这林亚怎么知道我在这,而且那个群就是她让我加的,为了搞清楚状况我还是给林亚开了门。 林亚一进门就迫不及待的往我身上扑,边亲我边还开始脱起了衣服,这一晚我已经够糟心的了,现在哪还提得起这种兴趣。 林亚见我没有反应,手上的动作更加大胆了,我连忙推开她,你怎么知道我在这,你来干嘛? 林亚一改常态,娇羞地靠在我身上,强子,我知道如烟做了对不起你的事,说实话我一直挺欣赏你的,要不,我们俩,你瞎说什么呢,我毫不留情地推开了她。 林亚一时间觉得没了面子,气鼓鼓道,你都被王如烟戴绿帽子了,难道你还想着她,你莫非是想当乌龟,本来就不舒畅,现在林亚还这么刺激我。 林亚,你到底想干嘛,难道你就不怕我把这些事告诉你老公吗? 林亚听后笑了起来,你尽管去说呗,大不了离婚啊,正巧我们都离婚,不就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? 林亚,我真的喜欢你好久了,林亚这骚货说着说着又想占我便宜,我连忙穿好了衣服打算要走,可还没出门就被林亚一把给拉住了。 强子,你难道不想知道王如烟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吗? 说实话,我真的很想知道,所以我停下了脚步留了下来,林亚见状拉起我的手坐在了床上。 强子,王如烟说你在床上给不了她那种刺激。 她已经不快乐好多年了,只有做这个她才能感受到夜晚的美妙,王如烟她真这么说,我此刻已经没有理智了,我哪方面给不了她快乐了? 明明是王如烟自己那方面的需求不高,每次都是我求着她,她才肯办事,现在倒好,居然反过来倒打一耙,说我满足不了她。 离婚,我明天就去跟她离婚,见我这么生气的样子,林亚满意地笑了,最后靠在我的肩头说,强子,你看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,你能帮我一个小忙不? 我转过头看着她,说,什么事?林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也不是什么大事,就是我老公在外面做生意欠了些钱。 我最近资金有些紧张,你能想办法帮我从你们行里批点贷款吗? 就这,这点小事你手机上就能操作了啊,林亚有些为难地继续开口。 我需要,五百万。 多少,我整一个不可思议,什么声音赔本欠债需要这么多钱? 强子,我知道金额数目不小,我是真没办法了,所以才开口求你的,你就帮我一次吧,不是我不帮你。 我就是个小职员,没那么大本事啊,林亚似乎很了解我的职位。 打趣道,只要你签个字,其他的事情都好办,这事我总觉得有些不靠谱,要是我签字了,到时候林亚这钱还不上。 那麻烦就大了,我丢工作室小,搞不好还要替她还钱,不行,你找别人吧,我怕她又整什么幺蛾子,连忙起身就走出了房门。 家家不能回,宾馆宾馆不能住,总不能睡大街吧,没了法子的我只好去兄弟家挤了一晚。 本就没睡好的我,第二天顶着个熊猫眼就去了行里,一到行里我就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,都好像在窃窃私语着什么。 这是咋了?我连忙问了平常和我关系要好的同事。 同事看了我一眼,你是真不知道,还是装的? 见我真的一脸猛的样子,同事才说出了事情。 早上,有人在总行的群里发了你昨晚在小树林跟人家乱搞的小视频,那场面真刺激,哥们你真行啊被同事说得一脸猛,我什么时候跟人家在小树林乱搞了? 我连忙拿出手机,翻出了总行的群,果然里面有一段视频,视频里确实有一男一女正在行苟且之事,女的是林亚,而男的,这他妈居然是我的脸。 我一下子就知道了,是有人特意陷害我的,将我的脸通过AI技术换在了那个男人身上,还没震惊多久,我就被领导叫去了。 领导不分青红皂白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,还让我先停职回家休整两天,我现在是婚姻不顺,职场危机,生活简直糟透了。 更恶心的是,那段小视频还被王如烟看见了,他一早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,我以为他是来求和的,所以一个都没接,结果他打到我爸妈那里去了。 这下好了连我爸妈都知道这件事了,我妈在电话里就恨不得扒了我的皮,他们二老都是退休教师,现在儿子做了这样伤风败俗的事情,叫他们的脸往哪放啊? 王如烟沉不住气直接来行里找我了,二话没说就给了我一耳光。 宋强,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,你勾搭谁不好,居然勾搭我的小姐妹一时间行里的人都在看热闹。 我黑着脸连忙将王如烟拉走了,本来就够没面子了,要是再被他们知道我老婆在外面做那个事,哎,还不如让我死了吧。 王如烟被我拉到了车里,对我又是打又是骂,脸上都是泪水,我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。 你自己做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还好意思来说我,咱俩谁也别怨谁没想到王如烟也来气了。 拉着我的领带,宋强,你给我说清楚,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做见不得人的事了? 你敢说你没做,你没做那张照片是怎么回事,你少在这给我装王如烟是真的被我弄火了,居然抬手又给了我一巴掌。 我虽然火大,但我也不能打女人了,没办法我只能忍着,可就在这时候,我的手机又不合时宜的响了。 王如烟一把拿起我的手机,点开了消息,居然是昨晚的婷婷给我发了消息,还配上了我们昨晚骑行的图片。 这下王如烟的怒火更甚了,直接将手机砸在了我脸上。 宋强,你真不要脸说完王如烟就哭着下车了,我也没去追她,说起这是我自己还有火呢? 我冷静下来,觉得这些事太过于蹊跷了,短短两天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,都快把我的CPU给干烧了。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人,林亚,这所有的事都跟林亚脱不了关系,一定是她搞的鬼。 可我还没找她问罪,林亚的老公李明却率先找到了我,见到我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就是一拳。 我反应过来之后与她扭打在一起,后来我俩还是被路人强行拉开的,冷静下来我才分了李明一支烟开始交谈起来。 我跟林亚的小视频是人为何成的,不过她确实和别人有一腿李明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,猛吸了一口烟。 什么?不是你? 林亚说你因为王如烟出轨心情不好才找上了她,她也是被你强迫的,哥们。 这话你信吗? 要是强迫的,我恐怕现在早就进局子了李明顿时不说话了,好像我说的也有道理。 关键是林亚现在人也找不到了,还跟林亚的父母要了好几十万的现金。 之前林亚明明说是李明做生意失败,可李明压根不知道这件事。 我和李明讲清楚误会之后各自走了,还互相提醒注意一下有没有林亚的消息。 这臭娘们搞得我有家不能回,还把王如烟带入深渊,这笔账我要好好跟她算算。 当晚,那个骑行俱乐部的婷婷又给我发来了信息,想约我再次骑行,可我现在哪有心思去想这事啊? 但我突然想起来什么,不对,今晚不是可以约如烟了吗? 我连忙给管理员发消息,没想到管理员说如烟最近身体不舒服要请假一段时间。 果然王如烟被我发现之后就没再出去骑行了,这女人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。 我越想越气,干脆还是约了婷婷,主要想问问关于林亚的事,我又到了湖滨公园,来到了那个地下酒吧。 与上次不同的是婷婷居然没有穿衣服,身上还背着一副钢架子,那形状看起来真的很像一辆自行车。 我不禁回想起上次的滋味,光是想想都让我撑起了帐篷。 自从发现王如烟出轨后,我再做起这种事来心里已经完全没了压力。 再次疯狂的时候,我连忙套起她的话,林亚你认识吗? 她随口就回答道,达姐可是我们的股东之一,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? 什么?林亚是骑行俱乐部的股东,所以这一切都是她设计的。 我又仔细回想了那晚和林亚购合的男人,那背影看上去怎么这么熟悉呢? 好像哪里见过? 我在一想,那人好像是我们的副行长啊。 发现了重大新闻之后,我都来不及再跟婷婷温存了,穿好衣服就往家赶去,回到家,只看见王如烟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哭,灯也不开。 说实话看到这,我的心都有点软了,也许她真的是被骗了。 或许是因为我刚也做了对不起她的事,现在有些心虚了,竟只走到了她身边。 王如烟,你能跟我说真话吗? 王如烟红着眼抬起了头,撅着嘴样子别提多委屈了。 她居然伸手一把抱住了我,老公,我真的没有出轨,那张照片不是真的我本来是不信的,可我自己都能被她换脸,现在我好像真的有些怀疑了。 而且王如烟的性格我又不是不了解,我在床上提出稍微大胆点的姿势她都不愿意。 就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会去坐人家的自行车呢? 那你每晚骑车出去,王如烟说道这眼泪更汹涌了。 她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医院的体检报道放在我面前,医生说我有多囊卵巢综合征,得了这种病很难要孩子。 所以我们这么久了才一点消息都没有,我骑车是为了运动,只有运动才能让这个病好起来,真的吗? 如烟,你说的没骗我,那你为什么不提早跟我说呢? 我情不自禁地搂过了老婆,一想到她为我受了这么大的苦,我的心里就很不适滋味。 王如烟擦去了眼泪,哽咽道,因为林亚说男人要是知道女人不能生孩子,会变心的,我不想你离开我。 所以我打算自己偷偷把病治好如烟,你怎么这么傻,我怎么会不要你呢,林亚,又是林亚,这一切都是这臭娘们搞的鬼。 我已经是怒火中烧了。 王如烟还跟我讲了关于七星俱乐部的事情,那张照片是林亚哄骗她拍的,不过当时穿了衣服,也没有摆出什么过分的动作。 现在林亚还天天给她洗脑,让她赶紧和我离婚,还把我进七星俱乐部的事情全部告诉给了王如烟,幸好王如烟非常爱我,这才一拖再拖没有答应我离婚。 林亚把我们夫妻还这么惨,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,我连忙和王如烟商量了一下该怎么报复这个臭娘们。 我让王如烟先答应林亚跟我离婚,然后再套出一点关于骑行俱乐部的事情。 这东西报警讲究实质性证据,我得把林亚的犯罪证据收集好。 为了不让外人察觉,我还是从家里搬了出去,营造义父我和王如烟还在吵架的假象。 正好这段时间我也不用上班,我索性雇了个私人侦探好好调查林亚。 没多久,林亚就联系上了我,我没有直接拆穿她,而是跟她见了面。 一见面,林亚就扑到了我怀里寻求安慰。 说是那些视频都是出自李明的手笔,她还被李明给家暴了,自己也是受害者。 我强忍着怒火没有推开她,不过我早就有准备,打开了手机录音。 林亚,你可害惨我了,现在工作没了,老婆也跑了,林亚突然吻上了我的唇,随后才娇滴滴道。 强子,你不是还有我吗? 正好你和如烟离婚,我和李明离婚,我俩在一起吧,林亚。 王如烟的事情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,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俱乐部的事情面对我的询问? 林亚表现得十分紧张,我和副行长,谁更厉害一点? 你,肯定是你啊,副行长那个老头能有什么本事,要不是我缺钱? 后面的话他说得有些模糊,我没有听懂,不过没关系,我的手机肯定听到了,王如烟根本配不上你。 他就跟一条死鱼一样,怎么配得上这么优秀的你呢林亚,毫不掩饰对我的欣赏。 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喜欢我了,毕竟上大学那会是他先追的我,不过我更喜欢王如烟的身材。 我又追问起另一件事,林亚,你的资金问题解决了吗? 我身上还有点理财的钱,要不你先拿去。 听我这么说,他更是感动得快哭了。 没事,那老头已经给我解决了,强子你对我真好,不枉我对你痴心一片啊,林亚口中的老头说的肯定就是副行长。 副行长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,五百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这是不简单啊。 拿到了我想要的信息之后,我谎称要出去买小雨伞,林亚一直拉着我不肯放我走,说是要和我亲密无间,不要小雨伞。 我是连哄带骗的他才肯放过我。 我趁机拿着录音溜回了家,当晚我就上警局报了警,我要实名举报副局长挪用公款,以全谋私。 因为林亚的俱乐部调查起来有些困难,还是从副行长下手比较好,剩下的事情,警方会给我们答案的。 果然,没多久警方就查出来副行长很多项罪责,其中包括挪用公款,以全谋私,还有作风不端正,更是牵连出了那个骑行俱乐部,原来背后真正的老板就是副行长。 林亚很快也被警方带回来调查,我和王如烟也去了警局接受盘问。 被抓回来的林亚看到我和王如烟手牵手进警局,整个人都疯了,歇斯底里地朝我们喊道,你们两个居然串通好了骗我。 宋强,你不是人,我那么爱你,你怎么舍得这样对我? 跟女人当街对骂不是我的风格,可我没想到一向温柔的王如烟坐不住了,直接挡在我前面回对起来。 林亚,我把你当闺蜜,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,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? 哈哈哈哈,把我当闺蜜? 难道大学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喜欢宋强吗? 你明知道我喜欢她,还横刀夺爱,有你这样的闺蜜吗? 王如烟,你真虚伪,骑行俱乐部的照片难道是我强迫你拍的吗? 明明是,眼看林亚还要爆出更多的内幕。 王如烟连忙打断了她的话,你别再胡说八道了,有什么事跟警察说去吧,说完王如烟就来拉我的首相走。 我们已经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给警方了,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了。 最后副行长和林亚都被判了几年,罪名各不相同。 当初他们陷害我的时候,就是想把我拉入他们的犯罪团伙,幸好我没有入他们的院。 现在那间骑行俱乐部也被捣毁了,晚上王如烟也不出去骑车了。 其实林亚后面的话不用说我也猜到了。 可是毕竟我也做了对不起王如烟的事情,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要再提起了。 夫妻之间有些秘密也是正常的。 而且现在的王如烟比之前开放多了,就连之前很多不高兴的姿势现在也肯跟我尝试了。 这件事就让我们深深的埋在心里吧。 只不过王如烟不知道的是,我私底下还是会找婷婷,继续骑车。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,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,我们下期见。